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位王刚老师 哈喽 大家好 这一位呢 华伦兄弟 简称竹鼠哥 不是 华伦兄弟不还有一个人吗 在这里 嗨 大家好 我要负责拍视频 我就先撤 就走了 他负责摄影 摄像 2018年的年底呢 这一年有悲有起 有落有起 但是过去的时间已经无法撤回了 到年底的时候 我们西瓜视频 做了一个连续八期的 直播专栏对话节目 2018无法撤回 今天呢 我们三个坐在这儿谈一下 2018年我们都会爆火 做了些什么 用一个词来总结一下 2018年的这个感受 叹音吧 不知不觉的就火了 山药一样 可能看表面比较普通 去掉这个表皮 然后分享有营养 干净的内容给大家 我要是用一个词的话 对我来说其实是回归 就是在短视频平台上 就展示我自己生活细节的样子 相当于我退掉了我自己所有的包袱 那些标签 然后再做自己 所以你们是怎么开始拍这个视频的呢 就随随便便做的一个东西 这么多人来参与讨论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我们当初是为了在网上扩展销路 就是通过网络 让更多人认识竹树 通过网络来去寻找客户 你们是怎么意识到自己活 应该在9月份那时候 比如说有媒体找我们当地政府 找我们当地政府 把他们带到我们的养殖厂这边 我们不知道 他带过来 他说我们在微博上上了垃圾 他就给我们采访我们 那时候我们好紧张 不叫做爆红 我们应该是更多人认识了 就有没有说 活了之后让你觉得 你的人生理想 或者太大了 或者梦想这种实现的 让它更容易了吗 对于我来说 一个厨师嘛 最大的梦想当然是 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馆 现在的话相对来说更容易一些 但是我梦想是开一家奶茶店 我觉得现在我有 就是这个名气 我觉得可能 说不定明年就能实现 现在活了之后 更多竹鼠销量肯定更好了 成名之后 他得到的都是正向的回应吗 有没有什么困扰之类的 其实刚开始的是会有 大部分粉丝他是希望看到我们 教人家做菜的视频 教我们处理一些食材什么的 但是有一小部分 就是说你这个厨师 你把一些细节都交出来 然后让别的厨师该怎么 你这童孩 对该怎么混这种 很多网友问我 竹鼠那么可爱 怎么要去吃 因为很多人都呼吁我了 这个竹鼠不要去吃 用来做宠物 但是做宠物它有一个不好的影响 就是它那个肺咬了 它那个牙齿特别锋利 咬了手的话很麻烦的 王老师你有想过这种火的原因吗 就是很朴素的东西 反而火了 就是你看我们视频 什么灯光啊 什么画质啊 都不怎么讲究 但我们非常讲究里面的技巧 重点放在做菜上面去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可能大家就活得很累 最近就是现在这个压力很大 很浮躁其实 但是这个时候 大家对真实的渴望 反而是到顶点的 就像我刚才说 就是一旦你回归到生活 最本身的东西 最本质的东西 把那些所有的技巧套路都退下去的时候 反而对大家是有吸引力的 就为什么我觉得 华东兄弟的连差评都没有 就是因为就是真实的生活 我没有做作 坦诚和真实 真的是很有吸引力对大家 对 是吧 对 没有套路 这还有一个问题 肯定很多人也问 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不红了 怎么办 我们拍视频 一直是以副业为主 主业是养猪鼠 我们现在的规模是慢慢的扩大 如果真的是 真的万一不红 我们因为我们族也还在 我们还在农村 养殖族鼠是重点 我觉得我不怕不火了 就是万一说我们的内容 不受大家关注了 我再回去 做我的厨师长 凭我的手艺 养活我的一家人 也没有问题 对 因为我们本身就来自大众 再回到大众也是正常的 就是我也希望就是能够坚持住 我们把自己最真正的一面展示给大家 对 我们今天直播就结束了 基本上 希望大家持续关注西瓜视频 策划的 精心策划的 2018无法撤回这个节目 然后会有很多人 大家一起聊一聊过去的2018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邀请的两位嘉宾是 陶白白和陆娇娇 跟大家聊一下 十二星座的崩溃瞬间 今天有哪些无法撤回的感情 希望大家能够准时收看 拜拜 今天直播就到这里 拜拜 敬礼了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